Zither Harp 我你别冲 我要牵你那种不放松的双手 我还是执着的相信爱会永久 情就像历海犯不懂的石头 一洞不洞堵在我的胸口 人海中我们 谁不是你最心疼 你住在没有定体的高楼 爱往里面走 我要牵你那种不放纵的双手 虽然有一些事也只是虚构 爱往里面走 相信时候要你擦眼泪的衣袖 但我不认为放弃就是 另一种拥有 爱往里面走 相信时候要你擦眼泪的衣袖 爱不是空中漂浮的祈求 爱往里面走 相信时候要你擦眼泪的衣袖 爱要抓紧才能拥有 真实的感受 我告诉了你 又能怎么样的 杨沐晨这个人 对于你来说或对我而言 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是你妻子 我会站在你的角度替你考虑 明天我们一起去找杨沐晨 把这两件事情说清楚 我们该还的还 该谢的谢咱们一家庭的命令 谢谢她 好吗 原来不只是把刀相助 还有一种求救美 没有 主要是颜色需要修改一下 所以这 行 我一会儿打给你 我先接个电话 喂 橘子 沐晨 那个 你现在在忙吗 怎么了 什么事 我和文浩也有事 想找你谈谈 好啊 你们在哪儿 我也正好有点事 想问一下文浩 我们就在你公司楼下 行 那我马上下来 沐晨 你说实话 上次在医院是不是你救了我 是我 我上次摔了一跤 导致早产 可是这完全是突发情况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医院呢 那天 你给我那打过电话吧 是 我打过 我那不在 电话是我接的 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你正在生死关头 其实别说是你 换做任何一个人 我也会这么做的 其实一切的一切 都是机缘巧合吧 沐晨 我就不理解了 你为什么这些事情 都瞒着我们呢 那那三晚本的书 也是你买的吗 其实我已经猜到你们知道书的事了 那天公司财务跟我说了 公司账上多了十万块钱 我想那就是你还我的书款吧 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情况 我们也一时没有办法 把全部的书款还给你 但是我们会陆续换给你 王浩 其实你没必要这么做 因为这整件事 我们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损失 当初你跟我借钱买书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 我要怎么消化这三万本书呢 后来我跟孙总研究过 她看完爱妮五年这本书之后 认为这本书相当有前景 所以她答应全部买下 按流程来说 应该是金局买下所有的书之后 我们再向你提货 但是我担心你不答应 所以没直接出面 那位姓孙的 真的是书商 是 孙总确实是书商 而且这几天 她正在几个大城市里面 进行宣传造势的活动 整个活动 还是我亲自设计的 别说 爱妮五年这本书 在几个大城市里面的销售成绩 都挺亮眼的 身为投资人之一 当时 我们是以三折的价钱 买进这批书的 所以我不但没有损失 获利空间还很大 沐产不是我不相信你 前几天 我还去过你的仓库 我亲眼看见那些书 都在你的仓库 仓库 走 我们先去看看 走 走 这车怎么在你这儿 那天我们公司财务跟我说 公司账上多了十万块钱 这事我不能不管吧 我寻限找到一家二手车行 在门口看见你的车 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文浩 就像我刚跟你解释的一样 书的事 我一毛钱都没赔 所以这辆车 你应该误归怨主 这车我不能收 我想你买这车的价钱 一定比我卖的时候要高 文浩 你放心 我后来听着车行 做了一个免费的形象设计方案 所以我是原价买不来的 来 拿着 你呢 别想太多 其实我一直想为京剧做点事 等我觉得做得够了 就会默默离开 不再打扰你们 梁牧城已经向你解释清楚了 你为什么还是不高兴 我没有不开心 我是在想 也许在她的世界里 她爱你 比我爱你 要多一些 可是有一点 她永远也比不上你 什么 你有我有乐乐 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而她什么都没有 跟你一块上楼吧 不用了 这都几点了呀 你这晚上不回去 戴心该起一心了 回去吧啊 没事 你不是让我一直好好陪你吗 戴心今晚上回娘家了 我留下来陪你吧 不用了 回去吧啊 听话 为什么呀 医生说像我这种体质 得多注意休息 你想得太多了 我做个柳霞会不就完了吗 什么柳霞会你 咱想多了你 想哪儿去了你 明天的检查 要不要陪你一块去啊 不用 这咱俩一块出现在医院 万一碰上熟人 人家该怎么想啊不好啊 行 那你自己去 好好照顾自己啊 我就不去了 那行 你路上慢点开啊 好吧 那你小心点啊 小心点 不可以 小心点 deliberate 好 你说什么 你嫂子上乐乐的时候 杨沐晨救了她的命 简直可以用舍密香救来心软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见的呀 昨天夜里 误在他们那个屋子外面听到的 阿姨 你看这孩子长得乐乐像不像 难怪呀 难怪呀 说呢 她要救的不是大人 是孩子 什么意思 你嫂子同事不是说了吗 那乐乐跟杨沐晨长得一模一样 你想啊 要不是杨沐晨自己亲身的 她怎么会下这么大的力气去救她 这两件事不是跟明板就堆一让了吗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像那么一回事 是不是好像啊 她就是 我这就跟你哥说 我这就跟你哥说起 妈 你知道我哥有什么用啊 我说的我哥又不是不知道 还不是对我嫂子百依百顺的 她是不会相信你说的话的 你为什么不相信啊 我说她妈 我说的话都是真的 她是不会相信 肯定不会相信你的 那你说怎么办 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护士 文代夫在哪儿啊 我带你去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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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不用 我带你去 浩哥 妈 你怎么来了 这抱着乐乐这是 你给乐乐验个血 乐乐病了 她没病 我病了 心病 我是说你们两个人一起验个血 看看是不是亲爷俩 妈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底下认清呢 必须得认 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 那是橘子的那个主编 跟她闹矛盾 故意挑拨离间的 你要真信她的话 那你就中她全逃了 她背后乐还来不及呢 我不管她爱怎么乐怎么乐 得让我自己心里先踏实了 抽个血怕什么有多疼啊 先咽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这 没有万一 她 她就是我亲儿的 你赶紧看看她都醒了 去去去 她就是你亲孙子 浩哥 你就咽一下 不然我来都来了 妈 我还忙着呢 你赶紧回去吧 大老远的你 那天气还也不好 走 回去了 回去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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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瞅瞅 我来都来了你 快去 妈 来 来 妈 你看我这么远 来都来了 你去 那好了 好了 好了 赶紧回去吧 你自己小心点 人家有什么消息 谁啊 小亮 莓菲 你特务啊 你老跟着我 好 你要干吗 小梁 我跟你说 我是不会把我的孩子给你的 你就别白费力气了 行吗 你坐 小梁 我想跟你好好谈谈 谈什么 说实话 小梁 我从来没有见过孩子的父亲出现过 这跟你有关系吗 你别这么说话呀 你看你 你别对我这么有敌意行吗 我今天过来找你 也确实是真心地想跟你好好谈谈 咱俩都是你 你现在的处境我非常理解 非常同情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呢 孩子的父亲 不会回来的 对不对 他消失了 甚至他还不知道 我已经怀了他的骨肉 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我可能都不确定我这辈子 还能不能跟他重逢 你说你 你多傻呀你啊 你这么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 你有才华又漂亮 你应该有一个很幸福美满的未来呀 小梁 你知不知道一个单身女人 带着一个孩子有多难嫁啊 你想没想过你下半辈子怎么办 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我招样能活得很好 你这话说的你就不负责任你 你不被你自己想 你不被孩子想想吗 别的咱先不说啊 第一 孩子出生就没有父亲 第二 你自己什么经济条件 你不知道吗 现在社会多残酷啊 小梁 你是希望孩子的人生 还没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 是不是 你不觉得这样对孩子不公平吗 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 对他就公平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应该你把孩子交给我 然后呢你去寻找你幸福美满的爱情 你知道我有这个能力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让他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 你不希望你们娘俩过得都好吗 莫菲 你从来都没有过孩子 难道你也没有过母亲吗 如果是你的母亲把你扔了不要了给了别人 你觉得她的后半辈子能过好吗 你还真说对了 我的母亲 暂且叫她母亲爸 确实在我小的时候把我送给别人了 确实在我小的时候把我送给别人了 对不起啊 我 我不知道 没关系 小梁 没关系啊 你知道 就是因为我有这种同年的经历 所以我不会让孩子跟我有同样的命运 我一定会把最好的给他 我会对他比亲生的还秦小梁 你相信我 喂 妈 那我挺好的 怎么了 我爸他又住院了 怎么会比之前还严重呢 好好好 我知道 我会的 好 你爸爸住院需要多少钱啊 跟你有关系吗 我可以给你 前提是我要把我的孩子交给你 是吗 出去 请你出去 太坏了你了 你不但是个骗子 你还是个人贩子 我告诉你就别做梦吧 我是绝对不会把我的孩子交给你的 我就算是满街要饭 我也不会把我的孩子交给你 咱俩没什么可谈的 好啊 别再让我看你走 出去 你这么激动对孩子不好 小梁 生命不可以重来啊 你父亲在医院等着救命的钱 我希望你尽早做出决定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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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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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电话已经通过了 请 我想请问一下 我表妹莫菲 昨天来这里产检的情况怎么样啊 莫菲昨天没有过来产检 你 这怎么可能啊 不是 她亲自跟我说的 来您这里做的产检啊 如果她真的来了 我这里一定会有她的纪录的 去试一下 看看合不合身 这件衣服 我之前在山场见过的 这个牌子我知道 谢谢你夏琳 快点睡一会儿 夏琳 这套衣服太好看了 你对我真好 我就是在山上 我会发现了 我会发现了 你会发现了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但是她好像不太相信 怎么能甚至骗她呢 我本来就是你的正牌女友 你想到这么快 就要见到她老人家 我是不是应该给她买点东西呀 你就别瞎激动嘛 今天我带你见见我香港朋友 顺便让你露一下面 证明一下你的存在 柜子里面还有双鞋子 你赶紧换上它 布布装 十分钟后我们楼下见 这什么鞋这么高的根 这 这不踩高的枪马 不行 这个是灰姑娘的水晶鞋 为了我的白马王子 忍了 这也不害羞 我忘了 你不害羞 丞死了 啊 那个 好 喂 你在哪儿呢 我没有看见你啊 不好意思 你下来太晚了 我已经在路上了 那我怎么办 我爸有一条重要原则 就是没有人有权利浪费别人的时间 我希望你女孩学会这一点 打车来吧 打车 好吧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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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钱包在刚才那件衣服里呢 可是门已经锁了 我进不去怎么办呀 那你只有走过来了 聚会地点离我家有五站地 你招点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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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我 来了 来了 上厕所呢 马上 干吗呢 怎么这么长时间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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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长时间啊 我 我在在洗手间呢 你怎么来了 你昨天去哪儿了 哪儿也没去啊 也没有去医院做产检对不对 我今天去问过大夫了 昨天根本就没有叫莫菲的人 去过医院做产检 我昨天有点不太舒服 我就没去医院 我没告诉你 不是怕你担心吗 你身体不舒服 刚得去医院做检查了 咱们的孩子来之不易 一点也不能大意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啊 下次不干了啊 明天我陪你一块去医院啊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行啊 别再推三阻四的 孩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我也得对他负责任呀 夏琳 今天这一桌得多少钱呀 什么飞禽火锅 这些我吃都没吃过 也就三万多吧 是那个沃尔夫请的 三万多 天哪 这高尔夫做什么呢 叔叔这么酷啊 人家叫沃尔夫 不叫高尔夫 这个比起我给他赚的钱啊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夏琳 你帮他挣了多少钱啊 他在我那儿有笔钱 让我帮他做投资 昨天一天也就三十多万吧 三十多万 天哪 你这个投资公司 这是往哪儿投啊 怎么能挣那么多钱呢 以你的智商呀 我跟你解决不清楚 不过文的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 总是拿着无知当个性的 好了好了 你别说我了嘛 以后我会努力学习的 多看新闻的 我都不喜欢你啊 妈 我回来了 妈 你这脸长都会掉进池子里了 怎么了 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你哥呀 我哥怎么了 我今天抱着乐乐到医院去找他 我想让他们俩做个寻业鉴定的 证明一下乐乐是不是咱们家亲身的 可是你哥那傻子他坚决不 他就认为他就是他自己的 妈你老人家真是凹头了 这年头是要用验血这么老土的办法呀 现在都是亲子鉴定了 又一根头发就能结DNA 准确率百分之百呢 就是百分之一万也没用啊 你哥他不去也没份验呢 没事亲子鉴定不用本人去的 拔一根我哥的头发不就行了 真的 真的 就这么简单 但是好像这个价格特别高 那没事 只要能证明乐乐是我老门家亲身的 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真的 不是 在什么地方啊 一般大医院都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去我哥的医院啊 知道 来 来 来 怎么了 不是 你看见没有 你脑袋上有根白头发 我给你拔了 必须拔 要不然不吉利 我 哪有白头发 那我给我顶上呢 你这样没长眼睛 再说一根白头发不是金条 不值钱 白头发吗那是 不像是白头发 朱大夫 是不是有人找你问我的产检情况 是 一个男的 他说是你的表哥 还给我留了电话号码 说随时联系 朱大夫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呀 什么事你说吧 其实他不是我表哥 他是我男朋友 你知道他妈妈特别重男轻女 知道我前几次怀孕 怀的都是女孩 所以逼着我把孩子给流产掉的 要是他们家人知道 我现在身体的真实情况 肯定会让我们俩分手 能不能他下次 要是再问你说我的孩子怎么样 你就说挺好的 行不行 这 朱医生我求求你了 你看我跟了他这么多年 我什么都没有得着 而且因为流产的事情 我的身体已经垮掉了 我就想过些日子跟他说 我要出国生孩子 问他要一笔生活费 我就再也不回来了 这可不行 我们不能欺骗患者家属 这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朱大夫求求你了 你也是女人 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呀 我小时候就没有妈妈 我现在又不能做别人的妈妈 朱大夫 你怎么就忍心看着我 被他们家人欺负呢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这件事我实在帮不了你 来 看一眼了啊 来 看一眼 这有世界名著 红与黑 还有这个开教一日一夜 来 看一下买书吗 看一下吧 我这些书都是正版的 我这儿还有好多世界名著 这书都是珍藏的 看一眼吧 这书 您看看吧 这都是我自己存的书 真的 特别好 看书来 你怎么又来了 不是都跟你说清楚了吗 你在我这儿什么都得不到 小亮 这个是给你爸爸住院的钱 不够你再跟我说啊 干吗 强买强卖 你要非觉得孩子是个商品 可以做交易的话 那麻烦你去找别人 我这儿只卖书 不卖孩子 你放心 这钱绝对跟孩子 点关系都没有 我想让你帮我个小忙 帮什么忙 那你得跟我说清楚 我可不是一个道德没底线的人 你告诉我 我愿意做 我乐意做 才行 你放心 绝对与道德无关 而且这件事情对你来说 只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 我拿你的病历本进去行吗 别穿帮了 虽然是用我的名字挂的号 但是这病历本上没照片啊 而且今天别的大夫值班 认识我的大夫不在 给我那么多钱 就让我做这么简单的事 我都说过了 这事对你来说轻而易举 但是对我来说比登天还难 行了 快去吧 哪儿 快去呀 莫菲 我没见过你 你是朱大夫的病人啊 对对对 对那个前两天朱大夫上班 我没时间 所以我今天过来了 我知道了 菊子 那个 家里那个全自动洗衣机 我不会用 他按半年他都不动 你基本上弄一下 没事 我去吧 我去看看 来 妈 你拿着剪子干嘛呀 不是 那个 我 我刚才剪布头来着 怎么人老了 忘了放下了 就拿着去 行 我帮你放回去吧 拿着去呀 孙子 我告诉你啊 这可真不赖我 是你妈她 她把那剪子拿走了 所以奶奶只好委屈你了 啊 哎呦 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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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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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了 金娜编剑 拜托你别让脸上哭了好吗 时间不得让你不知道啊 我们被姑娘弄快被她进回来 她不被她进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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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你有个什么事啊 你那祖孙女快把我烦死了 你先来的 嘘 烦什么呀 我现在能知道 我和乐乐是不是亲的祖亲俩了 我哥和孩子的头发 那么少了 王翠芬是谁呀 走 现在 现在就去鉴定的地方 看到吗 过两天就可以拿结果了 这样满意了吧 不是 为什么现在不能拿结果 你说过两天那日子多难熬 晚上都没法睡觉 就叫你被判得死心又不马上 把你枪毙了 你说那怎么混呢 人家没事不能拿结果 这不是要加钱吗 做这检验已经换了很多钱了 干吗还要加钱啊 为什么呀 反正什么都是你说 要怪就怪你自己 不是 为什么呀 加钱我肯定不愿意 我不加 来了 来 宝贝 快收拾收拾 我陪你去做检查去 不用了 我已经去过了 我刚从医院回来 不是 不是说好今天我陪你去吗 你怎么又自己去了 不会是又在骗我的吧 我骗你这要干吗呀 我真的去过了 孩子可健康了 你看 化验单 臂超图都在这儿呢 你看这胎心 特别健康啊 你从前是巴不得的 我天天陪着你 可自打你这次活运之后 不但距我千里之外 你说你做检查 也不让我陪你去了 有点反常啊 说 有什么隐瞒着我呢 我有什么好隐瞒你的呀 你看你这人 怎么那么小心眼啊 那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孩子的事情 关系着我们两个人 未来一辈子的幸福 容不得半点马虎 再说 现在不是你是否能够 继承博雅最关键的时候吗 那我不是什么事情 都要小心点啊 说实话 我是被前些日子 偷拍的照片吓怕了 不敢再跟你一起 出现在公共场合 我可不想被老代家人 抓到任何把柄 你学聪明了啊 行 那是我起人忧天了 黄俊杰那都是过去式的 忘了吧 啊 喂 妈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给我爸治病的钱 我已经筹到一部分了 我妹就给你寄回去 妈 妈 今天医生告诉我 今天医生告诉我 你爸的肾 已经完全衰竭了 要想活命 只能换肾 什么 要换肾 这么严重啊 现在医院有一个肾源 但还有一个需要换肾的病人 医院说呀 哪家先把钱交齐了 就给哪家做手术 可是手术加上排疫的钱 又将近二十万呢 咱们咋锅卖铁 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呢 一旦错过了这个式 你爸他 他就 妈 妈 妈 你先别哭了 那个那个 我明天先把这些财 我先给你寄回去 然后 社会的部分我再想办法 好不好 你先别着急 你能有什么办法 一个人在外面飘着 自己还没着落呢 好 别担心我 我会有办法的 放心 那我先挂了啊 好 不是莫菲在逼我 这是老天爷在逼我 身后 世上有这样的妈妈 孩子啊 告诉妈妈 我该怎么办 老天爷 为什么要这么捉弄我 为什么 我们屋子已经被别人给抛弃了 让他还要放弃我的孩子吗 我做不到 一个是生命养我的父亲 一个是我还没有出世的孩子 我舍哪个 我哪个都舍不了啊 继续写 继续写 你在哪儿啊 夜深 人靜時 誰在歌奏 越新的記憶 越容易生雄 糾結往事 等於在許舟 當時中過了十二點之後 愛我 你別走 傷心時候要你擦眼淚的衣袖 雖然有一些人可遇不可求 愛我 你別走 傷心時候要你擦眼淚的衣袖 但我不認為放棄就是 另一種擁有 愛我 你別走 傷心時候要你擦眼淚的衣袖 愛不是空中漂浮的祈求 愛我 你別走 愛我 你別走 傷心時候要你擦眼淚的衣袖 愛要抓緊才能擁有 真實的感受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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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我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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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我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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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